以雪国盛境、冰天大观为主题的第16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,于22日试开源。 本届冰雪大世界的占地面积达80万平方米,全新演绎出冰雪的绚丽与辉煌。 本届冰雪大世界以雪国盛境、冰天大观为主题,景区占地规模80万平方米。 其中,用冰量18万立方米,用雪量15万立方米, 共设置主题观赏区、激情运动区、冰液创新区、中华盛景区、冰雪演艺区和综合服务区六大区域。 本届冰雪大世界定于2015年1月5日正式开源,将迎客至2月末。 贯穿整个冬天,是冰城哈尔滨冬季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。 创办于1999年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,目前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。 迄今为止,已累计接待中外游客突破千万人次。